许多人都会量腰围来控制体重是否超标 但你知道脖子的宽度也会对我们的健康发出情绪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脖围如同腰围 超过一定的标准就会增加离病的风险 成年男性不得超过42公分 女性要小于37公分 都属于正常范围 超过则会提升中风风险 其实脖子的皮下指头是很薄的 那如果脖子粗的人 我会发现说其实他的皮下脂肪是非常肥厚的 你可能内脏脂肪也比较厚 这时候在以往的研究来发现说 其实血管的一个狭窄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脖子粗本身与肥胖脱不了关系 体型通常比较宽大 容易出现代谢症候群 后续可能引发三高危机 提升脑血管的风险 脖子比较粗的人 软组织也比较多 睡眠容易打呼 长伴随呼吸中止症 罹患中风的机会更是一般人的三倍 我们的上呼吸道里面也会累积脂肪 比较累积脂肪的话 睡觉的时候呼吸道就比较容易阻塞 会比较容易塌陷 睡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缺氧 那这个就会增加这个脑中风 跟心肌梗塞的机会 避免薄微粗 首要条件就是先控制体重 医师建议测量薄微时 可以以喉结作为量色标准 比较准确 但新闻王一婷田至中 台北报道 希望家家户户都能一起过个家